我挑着美赶路 一开头还跟得上人家 可是走了不到一公里 就渐渐落在后头了 扁蛋把肩膀压得生腾 蛋子从左肩换到右肩 又从右肩移到左肩 换来一去 两个肩膀都持不住劲了 就只好停下来歇一歇 没想到挑着东西走路 越歇就越想歇 越歇就越觉得担子重 不一会儿还要爬山 这山原来没有路 我们走的小路是挑煤的人踩出来的 那些人踩出来的小路滑极了 一步三滑 肩上的煤筐来回晃荡 像是在打鞦韆 爬上山头 已经是中午了 我解开衣服一看 肩也肿了 皮也破了 我鼓足了勇气 仍旧挑着煤筐往前走 一步小心 脚底下被石头一半 一个跟头摔倒在半山腰 我的胳膊和腿擦破了好几道口子 煤撒了一地 太阳下山了 别的挑煤的人大概都早已到车站了 只剩下我一个人留在山上 离火车站还有两三公里路 就是我最后挑到了火车站 收煤的地方也关门了 我怎么办呢 红肿的尖头像热水烫我一样疼 腿上的伤口不住地流血 我只好挑着两只空框回到家里 一进门 我一头倒在床上 一动也不想动 饥饿和疲劳把我压倒了 母亲走过来轻轻地问道 孩子 你怎么了 我说 没没挑到火车站 都扔在半山腰了 母亲含着眼泪 给我打来洗脚水 我怕母亲见了我的伤口又要难过 不肯下地洗脚 我对母亲说 妈妈 不要紧 我明天再去挑 母亲问我 你吃过饭了吗 我回答 我不饿 第二天一早 我喝了碗野菜粥 又翻过高山去挑煤 扁单一压上红肿的尖头 头上就直冒冷汗 我想 应该趁力气还没有用尽的时候 先多赶紧不露 所以 我就咬紧了牙 两脚不停 一直把一袋煤挑到了火车站 从此 我走上了艰难的生活道路